讲述牛毛草生态虾缸开缸所需材料 冲出来的这些嫩嫩叶啊 好吧 然后最近有很多粉丝小伙伴啊一直都在私询这个开缸的事情了 大家都想以最低的成本是吧开一个比较好看漂亮的草缸 然后小二这里呢就特别能满足大家 是吧因为我这种开缸啊确实不需要花费断 然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啊这个生态缸是大家最喜欢的我发现 因为为什么呢这里种了一片这个牛毛草坪 这个牛毛草啊前两天刚修剪完啊给大家看一下没修剪之前啊它是什么样的 是吧真的是绿油油的一片啊状态非常好包括这个墨丝状态都非常好 这个缸啊也是没有任何的 设备的啊就唯一高档一点的就是这个 蓝白的水草灯 好吧 所以说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缸 因为这个一片牛毛草坪真的很好看 而且牛毛草的状态也好 很多粉丝小伙伴之间也问我这个牛毛草怎么种啊才能状态这么好啊 然后今天大家再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缸啊 整一个的生态运作吧好吧 大家小伙伴有想开缸啊 的粉丝小伙伴一定要仔细听啊 首先啊其实啊我种这个牛毛草啊也没有多大的这个 啊什么 技术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缸啊之前开缸的视频也有啊 喜欢看的可以翻看一下以前的那个开缸视频啊 好吧 然后接下来直接讲这个缸的 这整一套的流程啊 然后底下呢是吧 铺了这个 两厘米厚的这个火山石啊 后面啊会铺的厚一点啊 前面就铺的浅一点 然后再有就是两厘米的这个水草泥的厚度啊 接下来这边呢这边就直接是火山石啊 加一些河沙 现在这些火山石都翻上来了 盖住河沙了 被这些鱼要削啊 嚼起来了 然后就是直接种的牛毛草 牛毛草我们 我是买的那个盒装的5x5的啊 然后我橱窗里面也有同款这个牛毛草 可能大家去别的地方购买的牛毛草 可能没有我这个这么容易生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橱窗里面的那款同款的牛毛草 好吧 然后呢 再有就是啊 这个石头啊 都是剪的 都是野材的 这个树枝呢是自己搭建的啊 用胶水啊 然后一张一张粘起来的 然后上面粘着墨丝种上去的 然后里面放了什么 就放了几个苹果螺 马来罗 还有什么荷棒啊 荷棒现在都潜到底下去了 都看不到了 然后之前啊 这个钢本来是打算做虾缸的 里面养了很多 这些各种颜色的虾啊 本来是做虾缸的 后面啊 因为这些孔雀鱼苗太多了 直接把孔雀鱼苗放在这里寄养啊 然后现在这个景看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 清爽好看 因为前几天刚修剪完啊 没修剪之前的 刚才也给大家看了 真的非常的 茂盛啊 这些水草长的 这里还有一窝 几条的这个孔雀鱼苗啊 这个钢呢 也是没有打氧 没有过滤 没有二氧化碳的啊 再给大家重申一下这个事情啊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最近呢 真的特别多粉丝私信我啊 想要开一个这样的钢啊 然后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钢整整一个的所有的东西啊 这套下来也不贵啊 两三百块钱 好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 我是养元小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